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大家來到 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多肉植物該怎麼給水 因為我發現說在給水的這個部分 很多人會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那延續之前 上一個影片就是多肉植物顯色的影片 然後再延伸下來到給水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給水的話應該是我們多肉植物裡面 最重要的一環 很多人不知道說什麼時間該給水 那該給多少水 這些都很難很難掌握 因為像之前影片講的 其實我們在種多肉植物裡面 最重要幾個因素就是 陽光、空氣、水 那陽光充足 陽光如果說不充足的話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植物燈去彌補 那空氣流通 空氣流通這個的話如果說你的環境比較悶 那你也可以用電風扇來協助 就是空氣流通 那唯一最重要的就是在給水的部分 因為給水的話其實在很多情況下 它會有不同的給水方式 所以我覺得 給水的這一環來講的話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就來拍個影片 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就是 給水我們該怎麼給水 因為在多肉植物控水的部分 就是控制給水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影片開始之前的話我一樣先來 講一下就是多肉植物的 它一些 算科普一下它的一些知識 那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就是 多肉植物我們像 尼死連鼠或者景天科景天鼠 這兩個大部分都還是 原生地在墨西哥嘛 那多肉植物它們在行光和作用的方式 其實比較特別一點 多肉植物它們跟一般的植物來講 它們行光和作用會是有點 相差蠻大的 像一般的植物像樹啊 什麼之類的一些花 它們的行光和作用就可能是 太陽照射之下 它們就直接轉換能量 那多肉植物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們很多地方是在於 可能像沙漠 然後甚至是比較乾燥的地方 然後白天的時候比較炎熱 所以它們行光和作用的方式來講的話 它會是白天的時候它先累積 就是讓太陽這樣止射 晚上它才轉換能量 所以它在白天的時候 它是把毛孔關起來 等到晚上就是我們溫度下降 然後濕度增加 還有天色暗下來 它才會把毛孔打開去呼吸去吸水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澆水的時候都會建議 大家就是在傍晚 晚上的時候澆水會比較好 那你也會發現說我們在傍晚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多肉會特別漂亮 因為它那個時候才開始把毛孔打開 那它那時候就是會排出 就是像二氧化碳 然後排出一些酸 所以它們比較漂亮的時候是在晚上 那給水比較適合也是在晚上 所以這一點的話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像它們這樣子的呼吸方式的話 我們叫CAMCAM的植物 那它們會這樣子 其實主要是因為它們的降雨量少 它們是利用溫差 那再來就是白天的時候炎熱 它把毛孔關起來 這樣子的話它可以減少水分的善失 所以這是跟一般植物最大的差別 那我就來介紹一下 就是今天澆水的一些方式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今天來跟大家講解一下就是 該怎麼給水 那現在這個季節的話是秋種嘛 那大部分像我們在種的這些多肉植物 它們都屬於冬季種 那冬季種的話就是在秋天的時候 它生長期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生長期的時候我們水要給豬 給豬的話它的根性才會旺 那在夏季的時候反而我們的水分要減少 所以這一點的話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手上的是冬季種還是夏季種 那我來先講一下這一個就是 這一顆就是白球 應該之前我在換就是 換盆的時候有拍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從葉孵盤裡面換過來的 其實才過一小段時間而已 它這個已經算蠻漂亮的 那像這種的話我從葉孵盤 用過來的植物 我會在這一段期間 我會水會給足一點點 因為在這一段期間我要讓它的根性 長得比較快比較健康 那等到像這種狀態的時候 其實如果說真的你有把握的話 可以像這樣把它捏一捏 拉出來看 像這樣子 其實它這還沒有到完全非常非常漂亮 因為這是大概一個月前把它換過來 這個還沒有到非常非常漂亮 不過至少它已經可以抓住大部分的戒指 所以其實像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說你想要開始虐形態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的 那當然你在葉孵盤搬過來的時候 你要讓它水比較足 讓它的根性漂亮 然後植物健康 因為如果說你一開始在它根性 還只有一點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水分給的少 其實它不會長得比較健康 我覺得這樣風險會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其中一之一 那再來的話就是像這種的 這個就是這一顆是今天收到的 這一顆叫白色拉糖 那這一間的話我也是很喜歡在那邊買 其實這一顆很漂亮 這一顆感覺是卡羅拉系列的 然後它的粉也是蠻漂亮的 那像這種植物的話 這個是今天早上收到嘛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也是有開始長了一些些的根系的 所以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就先把這一顆種下去 那石頭先鋪底 鋪底的話就大概你就一個高度 就是給它一個透氣層就好 今天我鋪底一下好了 因為之前都沒有鋪底 那先把它裝到就是大概可能八分滿 那再補芥子進去 那再補芥子進去 因為我有拔不少葉子了 所以 所以我就 類似像用重的而不是用叉的 那因為它有一些些的根系了嘛 那一樣再把它鋪上鋪面 大家好像對 桃利這個鋪面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有聽說 好像網路上不好找 那之後我們蝦皮 我們山小農那個蝦皮 應該會再上 只是因為最近比較忙一點點 所以 還沒有時間把它上到架上 這樣子 其實這一顆我覺得重太滿了 那像這一種的 應該蠻多人就是很好奇說 像這種韓國進口進來無根的肉 你要怎麼去控制給水 那剛剛有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這個根系嘛 其實 它已經有一些粉紅色的根系 這個就是他們新發出來的 這種根系其實是最棒的 那你種下去之後 因為它目前是微根嘛 這個算微根 所以你在這種 種下去的話 你的給水要先小量給水 你就是盆邊水繞一下 那像這個的話 我會比較頻繁一點給水 但是我每一次給水的量 會少一點點 因為它現在根系 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健康 你給太多的話 有時候會是風險 因為雖然這幾天的天氣都很涼 它被悶到的機會比較小 但是你還是小心一點就是 你可以就是兩三天就給一次 兩三天給一次的話 它比較不會有風險 因為這一段期間 兩根還是最重要 那要怎麼判斷說 它有沒有穩定 你現在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很簡單就可以搖 那如果說像這樣子 像這個也是那時候換本 這一顆是派特里希亞 它你這樣動 它都不會動 所以這個的話 它根系就已經穩定了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去判斷一下 那主要就是像這種 你從韓國代鍋回來的這種肉 記得你在前期的時候 可能在一個月內 你可以比較頻繁給水 但是每一次給水的量少一點點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是今天收到的 這個是技大的粉紅七浮繩 那因為我自己會習慣用自己的戒指去控制 所以通常這個肉我買回來 我還是會換一下粉 這個牌子是技大放錯的 這個是粉七浮繩頸 這個其實就是市面上的那一個 玉碟頸 但是技大把它放錯 不過沒差 那個沒差 那因為我會習慣自己 換自己習慣的戒指嘛 那一樣就是先鋪底 鋪底的話 其實主要是一個透氣層 有沒有都沒差 只是說鋪了之後會比較安心一點 一樣是鋪像這樣子 那像這種換盆的話 我會像這樣子 整個倒出來 那一樣把這邊下面的根系 稍微理一理 稍微理一理 那下面這種細根的話 因為種下去我怕它會折到 所以我會拉一點點掉 拉一個這樣子 像這樣 那可以像這樣稍微比一下 那我就先再放一點點的高度 放一點點的高度 然後比一下 比一下 大概像這樣 再把鏡子補滿 大家可以不用像我這樣用手 因為這樣手很容易變髒 可以戴個手套 或者說有那種勺子之類的 只是我其實還蠻懶的 大概到這個高度 其實我會讓它再淺一點 因為還有一個鋪面 像這樣子 可以這樣拍 拍的話是可以讓它的戒指 比較平均一點點 然後一樣再鋪上鋪面 好 就是像這樣子的 這樣子 這一顆是粉紅氣圖繩 就是Pinky去膠種氣圖繩 那像這樣子的植物來講的話 因為剛剛換過盆 那我根氣有凍到 有凍到的話 我會隔個兩天 三天之後再給水 但是因為這也是剛種下去 它的穩定度還不高 所以我會跟就是剛剛這一顆 就是白色拉糖一樣 我的水量一樣是 一樣是少量 但是我會比較頻繁一點給 等到它比較穩定一點的話 我才會給透 那在前期 就是我們在給水的話 在前期的話 我一定會是給透 就是讓它 比較快一點 再根系長得漂亮 到它穩定的時候 它穩定的時候 我才會開始控制水量 那後面的話就是 我們拿這個當例子 這個就其實像 有點像我之前跟大家講說 這個比較 比較會是在控水的形態下 它這個的話 其實這兩天有下雨 所以這裡看起來是濕的 要不然其實像這一盆的話 它這個根系也夠漂亮 然後在前一段時間 因為都沒下雨 那我也沒有給水 所以它的形態就長得滿漂亮的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像這樣的形態 現在根系應該是滿的 就是像這樣 因為現在這幾天有下雨 那這裡都是它草的根系 像這種的話 它的根系都長得比較漂亮 那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去控制給水 就是像我們上個影片講的 就是你在水量 水量開始減少 但是減少的話 我們講說控水並不是說 控水並不是說我不給它水 我們是在每次澆水的時候 給它的水量比較少一點點 那我有聽過就是有一些前輩 他們在澆水的方式 因為他們很多是用溫室去控制 那他們澆水的方式來講的話 他們會一次給到非常非常的濕 然後它是隔個很久 它是把間隔拉長 但是它在給它很濕之後 它把間隔拉長 拉長之後 就是可能它隔個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 它再澆一次 所以就是讓它很濕 然後慢慢慢慢的乾 那當然這種方式也可以去試看看 就是你一次讓它很濕 然後你再隔個可能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甚至一個月 你再去澆水 但是這種澆水方式來講的話 要注意一點 如果說你的環境是比較悶 扇水比較慢一點的話 你們還是要稍微注意到去悶到 所以這個方式你也可以試 因為前面說他們都是用這種澆水的方式去控制 就是讓多肉植物的顏色變得很漂亮 那這個大家可以試看看 但是我還是習慣就是 你可以就是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澆一次水 但是你把它水量減少 都可以試看看 都可以試看看 看什麼樣子是最適合你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像這個 這一顆是洛西馬玉典 其實這一顆我應該是換盆 換到這個盆大概是差不多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之間了 大家會發現說像這一顆它的形態來講的話 有點爆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根系是應該是很漂亮的 它應該有扎下去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層是石頭 石頭的話就是一個透氣層 很多人就問說為什麼 為什麼下面要鋪石頭 那為什麼我們的戒指要有這麼多石頭 其實石頭這麼多來講的話 當然輸水是一個重點 輸水的話因為他們 我們多肉植物水分來講 並不需要太多 我們希望說你水澆下去之後 它可以保在像這些石頭裡面 但是你盆內又不會含有太多的水分 那底層鋪一個這個石頭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透氣 所以戒指它的用處來講的話 一方面是兼具輸水跟保水 我們就是不要太多水 在這個盆內 就是像離子水、重力水這一些 重力水的話 就是如果說你澆水下去 它很快一直保在裡面 那離子水就是它是含在裡面 但是它的量會比較輕一點點 有點忘記它的名詞了 反正就是我們希望它裡面是有保水的 但是水的量不會太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戒指調整的話 會有可能像75%的顆粒 甚至80%、90%的顆粒 就是要讓它保在像這種白火山、黑火山 然後甚至像一些廢石等等之類 因為像這種保 它不會保太多在裡面 那又可以給多肉植物它有足夠的水分 那再來一點的話 戒指有一個重點就是透氣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戒指 它這個空隙是很大的 那如果說你澆水下去的話 空氣可以在盆內可以流通 其實我們的水很快就可以抒發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戒指的用處 那這一盆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說它現在的健康度是很OK的 但是有點太爆了 所以像這一盆的話 其實我們就開始會去控水 控水也不是不給水 就是說我們把水量減少 或者就是我像今天有下雨吧 那我就是隔個大概三個禮拜 一個月之後我再給水 那它的型態應該就會越來越薄 就會變得很漂亮 因為像這種型態來講的話 賣相會比較好 那這個它的健康度OK的 所以我會在水量減少一點 但是日照 日照一定一樣還是會很足夠 好那再來的話我來介紹一下這一顆 這個就是我們的招牌之一 戀心 那像這一顆它的顏色很漂亮的 因為現在的天氣很冷 所以它就很容易會有像這樣子的顏色 溫差夠大日照足就可以 那為什麼會特別拿這一顆呢 因為這個的話是樹燒盆 樹燒盆的給水方式的話 跟塑膠的還是有一些些許的差別 大概只是些許而已 因為樹燒盆其實它是 像這種樹燒的話它其實也有透氣孔 所以你在給水你會發現說你用這種盆種 它的戒指乾的速度會比一般的來更快 因為它還是有透氣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喜歡用這個去種的話 就是因為它有透氣功能 比較不容易去燜到 所以如果說你是用這種樹燒盆 或者桃盆來種的話 你要注意到就是水分可能要比較頻繁一點點給 就是你在看它戒指比較乾的情況下 就可以再給水了 好 那再來的話我來講一下就是夏天的給水 夏天來講的話因為台灣的天氣是非常悶熱嘛 那撇開我們山上這邊 其實夏天的時候因為天氣悶熱 那我們的溫差沒有出來 所以它有可能白天的時候 它毛孔本來就關起來 那入夜之後像有些平地可能還有30度 31、32都有可能 那它沒有感覺到溫差 所以它毛孔不打開 不吸水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你水又給太多 如果又給太多在裡面 盆裡面它去 水沒有去吸收的話它會一直悶在裡面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去滋生一些病菌 那比較容易會有爛根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夏季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把水量一定要減少 水量減少 那為什麼我們要遮黑網呢 其實遮黑網 夏天的時候遮黑網有一個用處 當然是我們不要讓植物太曬 這是一個 那有些人說夏天的時候會容易曬傷 其實曬傷來講的話 有可能是水給不足也有可能 那再來就是你在給水之後 如果像這種葉子上有殘留一些水分來講的話 那太陽照下去這水的溫度過高 它也很容易去燙傷 就是我們植物的表皮 這樣子比較容易曬傷 那為什麼 那黑網來講的話 它的用處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遮黑網嘛 那我們就是減少日照 減少日照 減少它光合作用的一些量 因為像我們夏天的時候植物外線很強 那這樣照的話 它會需要晚上的時候 需要去轉換它的能量 但是因為它 就是夏天晚上天氣比較悶熱 它沒有打開 沒有打開毛孔 它變成說 它要去轉換那一些能量 沒有水可以讓它轉換 那它只好就是內耗自己的葉子 所以你會發現說夏天的時候 有時候為什麼會皺巴巴的 很容易會有枯葉 其實主要就是你的日照還是有在持續 那它沒有去吸收水分 沒有吸收水分的話 它就耗自己的葉子 所以有時候夏天我們在遮陰來講的話 其實是減少它的光合作用 那當然夏天的時候顏色退掉 我覺得OK啦 因為至少它沒有死掉的話就還好 所以夏季我們在給水的話就是 你還是要給水 但是你的水量要記得要控制 你可以就是比較平凡一點 少量多餐 但是不要太多 真的不要太多 就是我們不要讓它的根系 保有太多的水 它盆內保太多水的話 你太陽溫度過高 你盆內的溫度弱速過高 它比較容易會有爛根的情況 所以這一點的話 在大家夏季給水的時候要多注意一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然後訂閱開啟小鈴鐺 來接收我們最新的一些訊息 那今天的話 講的比較快一點點 但是如果說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來私訊給我們 或者留言來發問 最近的話我覺得直播還蠻有趣的 就是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喇滴賽 但是大家還是有問一些蠻關鍵的問題 我覺得很棒 因為在種植物的話 你不可能沒有問題 那你可以提出來 因為這一些問題 有可能是大家的問題 所以大家之後直播的話 就踴躍發問 那如果真的不好意思 那你就私訊給我們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